台北市44岁何姓男子因照顾21岁患有脑性麻痹的儿子心力交瘁 千年3月将他载到松山机场附近亲手结束他的生命 事后他抱着儿子遗体痛哭并且向警方自首被依杀人罪起诉 台北地方法院今天宣判判河南两年6个月徒刑可上诉 台北地医院今年11月22日开庭审理时 河南情绪激动气不成声一度说不出话 他向法官表示当天没有预谋下手 但看见儿子从椅子上花落 偶然问一句爸爸很坏想要杀死你 你说好不好儿子说好 他下手掐住儿子过程中儿子也都没有反抗 何其在庭上作证时也提到国家对仲残家庭的照顾支援不足等问题 但检方认为河南只是一面之词 他漠视国家对被害人的保护 且和美洲只有周末照顾十几个小时 负担压力没那么大 何信男子因照顾21岁患有脑性麻痹的儿子心力交瘁 千年3月将他载到松山机场附近亲手结束他的生命 事后他抱着儿子遗体痛哭并且向警方自首 试图应接Mage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